我們繼續討論 Thomas Aquinas的神學 他被稱為理性神學 因為他最重要是提出一些神的論證 神的論證很早都有的 其實甚至阿里斯多德 都有一種所謂神的論證 只不過阿里斯多德把神 希臘人將他一種泛神化 是月亮之上的一個 秉行世界的東西 是不是一個人格神呢? 希臘人還是很不確定 但是對奧古斯丁 對Thomas Aquinas 認為神一定是一個人格神 這就是受耶穌降生 作為全教的影響 作為Messiah 中古神學 其中上次講過 理性有些特質 不變永恆普遍 這就是我們理性本身追求的東西 我們往往用數學 幾個學這些形式知識 代表著這種所謂特性 而西方人對真理的想法 第一個階段受希臘人影響 就認為必然是這樣 我們之前也提過 到了越到近代 所以我們對這幾個標準 越來越懷疑 神的論證方面 就叫做5 ways 在神學大傳裡面 他第一章 論三萬一看的時候已經提到 之前我們看了少少的內容 我們試試正式看看這五個論證的特點 這五個論證是將大部分的神學 雖然不是全部神學家所提到的 關於怎樣證明神 做一個綜合性 由於一個權威 於是這個變成一個教科書式 你如果讀神學 要入天主教教會 基本上就要讀熟這些內容 第一個論證 叫做unmoved mover 這個unmoved mover 很明顯是阿里斯多德的論證 阿里斯多德 首先說 我和帕麗圖不同的地方 認為這個經驗世界的變化 是有一種秩序的 並非虛假幻象 於是我們見到這個世界有一個特點 就是事物總是有一種發展性 就由形式到 由物質到形式 我們之前講過例子 那些泥 它的物質性必須成為一塊磚 才成為它的目的 一塊磚的目的 作為一個物質來講 它是一塊磚 但是它整個形式成為一塊牆 一塊牆的形式 就是最後主要向一間屋 一間屋 可能是一個屋苑 或者居住的一個環境 這些就是事物的發展規律 這種發展規律 有少少螺旋式的上升 就不是直線的 有時候要經過雕剪 有時候改造等等的東西 於是世界一定有一個動力因 這個就是阿里斯多德的理論 阿里斯多德的理論 就是借這個方式 事物是由潛能到實現 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潛流potential 即是內在的 例如人的潛能就是理性 但是理性都需要後天的學習 讀一下數學 讀一下其他的知識 然後慢慢慢慢 你才成為一個 對這個世界有一種充滿知識的人 潛能到實現 potential to actuality 本來阿里斯多德認為 這就是動力因的過程 於是我們就會發覺 一物被另一個事物所推動 另一個事物又被另一個物視動 如此類推 就會構成一種無限序列的推動鏈條 所以必定存在一個自身不被推動 而能夠推動別物的推動者 這個無限序列的推動 英文叫Infinity Regression 即是在邏輯上叫無窮後退 無窮後退 是希臘人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到近代我們就不是 例如是二的平方 這個就是Pyflex裡面一個秘密 就是有些門徒的方法 我發現為什麼二的平方是除不盡的 究竟除一 好像怎樣都除不完 因此來講 就形成了一個覺得不夠完整化 不夠完整化 甚至是一路推下去 無窮後退 就認為一個不正確的論點 或者在這裡補充一下 希臘人有一個這樣的設想 就是認為無窮後退 英文叫Infinity Regression 是一個無效的論證 我們本來想推出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不斷後退下去 就變成一個無了子的想法 變成不確定 所以我們不贊成無窮後退 就推論出 就有一個不能夠被推動 而能夠推動別動 因為如果我們有一個Mover 即是有一個推動力的方面 例如一個工人去推動手推車 手推車是被推動 工人就是推動者 但是這個推動者 又要有食物 要產生能量 食物又需要有其他的物質變化 穀物的生長 或者肉類的牛馬的成長 牛馬的成長又需要食物 於是就變成一個無窮系列 這個無窮系列 就不能夠出現一個推動者 而萬物必須有一個推動者 於是才可以發展 如果沒有這個推動者 為什麼事物會發展 由潛能到實現 於是就推論出 有一個叫Unmoved Mover 這個論證 完全是Aristotle 所以這個就是 不動的動者 最後的動力因 應該就是神 第二個論證 這個論證 其實就是剛才的Unmoved Mover的變形 就叫做First-Cross-Argument 這個以前我們都講過很多 First-Cross-Argument 其實它這個論證 只是語文 它有一間房屋 為什麼得到存在 是出於建築工人 利用建築材料所建成 其中建築工人的建造 就是動力因 因物要被產生 需要一個給自己先在的外物所施動 而另一個物又需要另一個物 給自己先在的外物施動 然而我們不能設想一個 無限聚力的動力的原因 反而必然需要設定一個 第一動力因 這個動力因 就叫做First-Cross 其實這個是跟Unmoved Mover 完全一樣的 但是後來這個第一因論證 我們比較Modify 了 就是我們以前所講過的方式 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原因 我以前錄過的 你可以試試參考一下 首先我們肯定世界 有一件事物已經存在 例如我通常是上課室 拿著一張膠瓶的水槽上 就用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有一個膠瓶在這裡 這個膠瓶的存在 第一個論證裡面 這個稍後再講迪卡爾的 沒有理會 這個存在了 第二個Argument裡面 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有限的 所謂有限的意思 就是在時間空間所限制 西方講這些問題 講得很仔細 因為他們在西方的宗教背景 神就無限的 所以神的無限的definition 就是他無處不在 無處不在空間上 以及處處都在 就是永恆 所以就是時間空間無所限制 相對來說 香港我們的世界裡面 都是一個有限制的 就是剛才說 我眼前有一個膠的水槽 這個膠的水槽肯定一定有限的 有限的東西 知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膠瓶 例如在我手上拿著 就不能夠在我家裡 就不能夠在另一個空間 明白嗎 他在空間上有限制 時間上這個膠瓶 也不要永恆存在 將來它化解之後 可能變成塑膠 它之前可能是石油提煉的東西 因此來講 這個膠瓶是有限的 這個第二個Argument 第三個Argument 這個重要 就是一個哲學家 叫Spinosa提出的 把阿里斯多德的論證再講 他說有限的東西 就不能夠sale cost 有限的東西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自己產生自己 sale cost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樣東西 它本身是自己產生自己的 而不是由其他東西 自恩的意思 不是由其他東西形成的 那麼這裡暗示了這個世界 可能只有有神 現在我們在討論 如何證明神 所以來講它背後 有些少許宗教傾向 覺得一定有神的 它想指向這個論點 所以我們暫時先不要討論 就是你可能沒有神論 或者懷疑神存在 沒有討論 而是它的Argument 就是它的論證是怎樣呢 就是有限的東西 不能夠自己產生自己 就這麼簡單 所以要推出什麼 你能不能想到 第四點了 第四點 由於它不是自恩 它需要有一個other cost 需要其他形成 例如是一個膠瓶 我們知道膠瓶是石油提煉的一些產品 這些石油提煉的產品 石油怎麼來呢 你可以問的 有些說法是動物的脂肪 很久的時間壓在地上 慢慢變成的 如果你要再問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每個事物如果不是自恩 就由他因而形成的話 就會推出他因 又需要他因 如果這個他因 例如這個膠瓶是石油提煉的 由石油提煉 如果石油提煉 這個石油本身又有限的 它不是自己產生自己 又需要一個他因 又不是自恩 所以必須有他因 所以這個他因又需要他因 推出第六點 是會怎樣呢 他因又他因 的時候就出現一個叫做 Infinite Regression 無窮後退 這些就是西方論證裡面 很出名的一個模式 就是推到無窮後退 就有一個問題 就沒有一個開始了 知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想想 可以提問題就是 就是說第一個點 我們回到看這個論點 第五點 第四點 就是如果一個有限事物 不是自己產生自己 這個是實實在在的處境 這個我們知道嗎 我們在用理性去思考 不是真的去考察那個教訓 只不過我們從理性推測到 這個事物不是自己產生自己 就需要有一個其他原因 而令到它產生 這個說話裡面是一個普遍的概念 你試想想一下 你眼前的電腦 你的電腦或者你用iPhone 上網 你的iPhone 不是智因的 一方面 阿里斯多德分都要清楚 他可能是Steve Jobs的設計出來的 這個叫做動力因 Steve Jobs 構成了他的思想 而設計了iPhone 蘋果就當成這樣說 但是另一方面 那些物料 mata的方面 又需要 例如它裡面可能有些金屬 可能有些膠質 裡面有一些叫做晶體 這些東西那方面 又不是自己產生自己的 即使晶體這麼小的那些東西 都需要一個什麼 黑光機那方面構成出來的 那麼它的最基本物質 好像是一些叫直質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直質那方面 它是沙裡面提供出來的 某些物質 而構成晶片那個 晶片鏡面那些 那麼一路這麼說下去 有時候 他因又有他因 於是來說 就推出了 一個無窮後退 這個就很重要了 如果無窮後退的話 你試想想 就是用一個比較 提外的問題 就是說 從人類的始祖推上去 物質那方面 再推一下就推出原子電子出來的 但是原子電子 包括我們說的粒子 其他東西的方面 又會產生另一個問題 那個比較麻煩 會出現到究竟是粒子 這些是什麼 能量那些 剛剛有宇宙大爆炸 剛剛講到無窮無怨的 但是比較簡化一點的 就是從我們自己的存在想起 它有一個叫做 這個論證就是 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 因為我不是TESTABABY 我問過爸爸媽媽 那我有爸爸媽媽生的 那我爸爸媽媽又有爸爸媽媽生 就是有外祖父外祖母 祖父祖母 那外祖父外祖母 又有他爸爸媽媽生 就是有外曾祖父外曾祖母 或者是外祖父曾祖母 如此類推下去 就推到什麼 無共後退 除非 這裏開始出現了 留意這裏的論點 開始一個滑轉的地方 有危機的地方 在這裏 除非有一個原因 是最後的原因 這裏推出來 有兩個可能性 世界上 根本這個膠樽不存在 這個假象根本 根本沒有一個膠樽 現在我們舉個例子 或者世界上根本沒有圖個章 如果沒有圖個章 就沒有圖個章 沒有曾祖父母 可以這樣推論下去 但另一個方式裏面 這個世界 這個膠樽如果實在的 或者圖個章有實在的 就必須有個起始點 這個起始點 不可能是有限的他因 因為如果有限的他因 又回到無共後退 回到第六點 行不行 這個論點裏面有空隙的 但是就這個推論來說 他結構仍然相當穩定 接著下去第八點 如果我承認監獎存在面前 就是承認圖個章是實在的 現在你不是在聽機械人說話 總之是你的自我實在 第一個可能性是不成立 意思是什麼 第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這個世界是幻場 就是這個 等一下他會說迪卡爾 再進一步說 世界可以幻場 必須有一個成立 這個有的起始點 這個起始點 不是一個我們完全明白的原因 這個起始點 只能夠是什麼 就是一個自有而有的 或者是無限制的 一個無限的原因 就叫第一人 first call 論證是這樣 第三路論證 就叫偶然論證 contingency 偶然論證和必然性 作這兩個概念來理解 在日常生活裏面 每一樣事物 它存在就會消失的 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存在 它是偶然的 所以拍一圖認為 偶然的東西是不真實 真實的東西是理形 但是阿里斯多德 在這裡裏面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區分 其實這個差不多 重複講阿里斯多德的字 就是一樣事物其實有兩面 一面就是它的偶然屬性 一面是它的必然屬性 偶然屬性 例如一個蘋果 是紅色的 甜甜的 魚圓形 這些是偶然屬性 它總是可以變化 變成乾巴巴的一個蘋果乾 但是蘋果不會變成其他東西的 所以由此推論出 總是有些必然的東西在 必然的東西就是蘋果的本質 本質就是必然屬性 它再引伸成為神的論證 就可以說 如果世界上沒有必然存在 只是偶然存在 那麼世界就有可能 有某個時刻 所有東西都不存在 如果所有不存在 如何可以變成存在呢 無又不能生有 就是說 如果每樣都是偶然的 例如一個蘋果 偶然存在 要有泥土 其他東西才能生長 變成紅色 圓圓地 但是 如果剛好 那些條件不存在 而令蘋果根本生長不到 人就生長不到 所有東西都生長不到 於是來說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機會 就變成無 變成無的時候 無又不能生有 所以 必須預設有一個必然的存在 這個存在 就不能夠想像的不存在 這個必然存在 就變身就是神 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東西是必然的嗎 這個就是 將阿里斯多特和帕里圖的 兩個理論 融合起來 成為這個所謂 偶然性 只是事實的存在 或者是人世間有限的存在 但是這樣的存在 有機會變成無 無不能生有 這個又是另一個 Permanentist的理論 那這論點 其實都是很西方式的 理性思辨的一種承擇 因此我們看到這裡 其實很明白 西方人思考 表面上很嚴謹 非常之系統性 但是總是有一個 叫做思維的規律 就限於這種概念到概念之間的通論 無不能生有 因此來講 我就會證明 一定要有一個有 必然存在 到了康德的時候 就對這些開始開刀了 認為這種這樣的 由概念 推出概念 會遇到一個 叫做思維上的危機 例如他用一個方式 一個百萬富翁 就應該在戶口有一百萬 但是這個定義當然合理 如果不是不稱得上一百萬的 百萬富翁 但是是否這個百萬富翁 是存在在世界上呢 這個只不過屬性 不是表示它一定存在 將來我們講康德 會再補充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 contingency 的論證 基本上現在我們很少接受 第四個論證 叫argument from degree 這個 degree 的意思就是 事物之間互相比較 這個本來比較接近派途的想法 就是從理應這種方式 經常我們說 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好 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美善 但是當我們使用這個概念 實際上是相對於某個最高程度 意思是最高程度指一種標準 或者英文叫做paradigm 一個典範作為參考 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例如你有十個圓形 十個圓形裡面 哪個最圓呢 總是有一個最圓的 但是這個最圓的圓 也不是絕對圓 只不過是相對圓 所以應該有模仿一個最圓的典範 假如我們說A是善 但有更比A更善的東西 由於比較善 總是有更好更善 必含著必定有一個最高程度的善 這個善當然就純了 這論證其實相當鬆散的 就是透過一個degree 一個程度上 世間上每樣東西都不是完美的 一定有一個完美的作為典型 我們才知道什麼叫完美的 不是為什麼你可以比較呢 我們以前講的派的圖 已經提過這個問題 最後第五個論證 叫目的因論證 theological argument the law這個詞 the law 這個詞 是古希臘一個很重要的 形上學概念 就是說 宇宙生成一定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 它本身為什麼會變化 為什麼走向某個規律的過程 這個就變成了我們後來的對宇宙 西方講的宇宙的一個觀念 在世界之中 我們隨時可以發現 事物的發展 總是趨向某個目的的 這個就是阿里斯多德 所謂潛能到實現的過程 總是有一個發展的目的 例如種子生長的目的 趨向成花 泥土成為磚 再建成屋 這個完全是阿里斯多德的例子 雖然在世界中 存在很多不同事物的種類 彼此之間有不同的發展目的 但它有可能與共同配合 為什麼它會配合呢 為什麼每樣東西不相妨礙 構成一個和諧的秩序呢 這個和諧的秩序 必然是神的理智所安排 這個有時我們叫做設計者論證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世界會 總是出現某種的秩序呢 這些秩序剛好互相呼應 人那方面就吃牛 牛那方面又有牛奶 牛就吃草 草那方面就泥土生長 每樣都橫橫相扣 但用現代的方式講 這種叫theological argument 是相當泛駁的 就是弱肉強食 識者生存 就是達二民的發言的規律 於是呢 就對這種目的論論證 一切的東西都是神的目的 或者有一個想像的發展過程 吹向這個目的 於是變成了一種渤離 原來只不過生物為了求生 再加上現代的基因學說裏面 一切的東西只不過基因複製的一個效果 為什麼我們要結婚啊 為什麼要戀愛 全部都可以用基因學說解釋 但是對傳統的想法就是 每樣東西的目的的目的 就是神的創造世界的一個設計 神就是設計者 好了這五個論證 其實有部分來講 不算得很深刻 通常我們認為最深刻的就是 這個first course argument first course argument 而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因果律 凡事必有因 我們聽過的方式裏面就是 沒有理由一件事無端端產生的 一定有個原因 原因的原因 又不可以無窮後退 自然推出個第一因 我們總括評論一下 就是中古神學這種的論述 有幾個問題 第一點就是 它很想定於一尊 因為宗教結合了政治之後 成為一種政治勢力 成為一種權力的中心 教皇那方面是可以影響很多 王國 其他的公侯國的一種重要的意向 於是來講 神學系統就輔助這種權力 再加上 就是它要解釋王權的理由 剛才也講過 Thomas Aquinas給了一個理由 就是這個王權是神授的 於是王權和神權 或者是教宗所代表的權 兩個並行 而構成了一種權力上的對立 或者互相以辭 對於中古神學 我們總括幾個想法 就是 第一點 他們覺得理性這件事 始終是由阿里斯多德人 是理性動物推出來 故此理性這件事是不可懷疑的 差不多是真理的判準 真理唯一的基礎 因此我們要追問這個世界的本源 追問有沒有神 或者追問神為什麼要愛世人 等等的理由 背後都可以用理性去解釋 而Thomas Aquinas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將信德和這種理性的理解 兩個都安納了它 信德是我們內在裡面堅誠 或者是我們的忠貞 但是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透過一些知識 而這個知識其實是 萬物所顯露出來的秩序的規律 這些萬物既然是神所創造 自然可以透過這些萬物的規律 或者形態下面 去找到神的remark 因此理性對神學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助 這就是它的構想 但是到我們現代裡面 對中古神學有兩個反對 第一個就是科學出現的時候 就發覺這個世界 並不是所有東西都有目的性的 所以目的論證這種宗教信仰 是慢慢有少許瓦解 例如是天下雨 對宗教的中古的說法就是 神因為愛世人 雨水是神降給大地的金林 令到花草生長 草的生長令到牛又可以有食物 牛吃了草之後就產生牛奶 牛奶做什麼呢 就是給人去飲用 這個就是神對人的愛 透過創造萬物 以人作為中心的時候 一切環繞著人的意義活動 人和神有契約 這種唯我論、唯人論 後來就很多科學也好 或者智學 做出一個很嚴肅的反對 第二點就是 這種的神學 兼顧理性和信仰 內部有很多緊張性 因為理性是一種懷疑 對很多事物可能會產生很多正義 Thomas Aquinas已經盡量用一種懷疑 而破懷疑的方式去回答 但是回答的模式到了我們現代的時點 很多是語意上的問題 分析之外 根本這些是形上的一種思維上的錯誤 就是用語詞上運用錯誤 其實神是否一樣東西來的呢 是否你可以證明到透過一個論證 就是證明有神存在呢 是否因此就有一些致命呢 種種種種種都有很多反對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西方的所謂現象學的傳統 就是我們回歸事物本身的時候 可能要將這個 我們沒有把證明的神 擺在括弧裏面 暫而存而不論 於是我們又透過另外一個觀念 康德多提出的 Ex given 就是這個世界是有 是被動是有 的確我們不是創造世界 但是是不是因此 我們就可以推論出有個造物主呢 反而我們嘗試在這個Ex given 裡面 原來我們對這個世界是一種認識 這個認識是透過我們的認知主體 於是就迪卡爾出現了 迪卡爾的出現 離開忠古神奧 當然有一個距離 相差一二八年 中間經過科學精神 或者是文藝復興 經過很多事情 然後再一次走出這個 所謂思想界的舞台 就是開始透過認識世界 問它的起點 這個起點仍然是理性 但是理性是一個主體的理性 而不是一個運用理性去辯論 神是否存在世界是否有目的的問題 我們下一個階段進入 近代之學 Modern philosophy Modern philosophy 和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有些不同 就是Modern是指一五幾年 開始迪卡爾的 所謂啟蒙運動的思潮 杜康德等等的人物 那裡是整個西方哲學家的一個最重要的發展 我們是在這裏 通論 好